嗨 大家好 我是全恩 前幾天我在YT社群做了個調查 在你的童年回憶裡 哪個三角函數公司最難背 很明顯95% 嗯~~ 跟我頻道的男女比有87%下 今天我要用幾核 證明兩套三角函數公司 第一套核插角公司 沒背過別說你念過高中 以及第二套核插畫機 或機化核插公司 你絕對聽過 但從來沒背起來過的那個 啊~~ 三角函數好用的公式很多 但你都還在死杯嗎 微積分有時也會用到這些基本公式 比如這個 這個 或這個 馬上開始今天的幾核證明 首先第一套 Addition or Difference Formula For sine and cosine 也就是核插角公式 我們先把要證明的公式寫出來 核角公式 以SINE來說是SINE AFFA加β 那它就等於什麼呢 SINE乘上COSINE 加COSINE乘以SINE 那角度就順著填過去 AFFA AFFA 我們心理要想的是 要如何從左式的SINE AFFA 推推得到 哦 原來它等於優勢啊 我會先以SINE AFFA加β 做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角度為AFFA 那我把斜邊定為1 如此一來這個角度的對邊長 是不是就是斜邊乘以SINE值 也就是1乘SINE AFFA等於SINE的AFFA 再來就是發想的時候了 我在這邊做個平行線 根據內錯角相等性質 這個角度也會是AFFA加β 但我想這樣表示 我把這個角切成兩個任意的 角AFFA與角β 而這條輔助線要畫多長呢 我們要善用斜邊為1的直角三角形 因此 我會以1為斜邊 做個直角三角形出來 如此一來 角α的對邊就會是SINEAFFA 角α的零邊就會是COSINEAFFA 再來 我們要證明的就是SINEAFFA加β 跟SINECOSINE加COSINE 這一項是相等的 那我們可以想成兩邊長相等 而這個邊長該如何用 目前圖形上的資訊來表達呢 這個是BETA的對邊 斜邊為COSINEAFFA 因此這段就是斜邊乘以SINE值 也就是COSINEAFFA乘以SINEBETA 接著下面這一段 可以根據這個直角三角形來表達 但缺了角度 別擔心 這邊都是直角 所以我們來推個BETA加X等於90度 而X加問號也等於90度 因此BOW問號是不是就等於BETA 斜邊是SINEAFFA 那這段就會是斜邊乘以COSINE值 也就是SINEAFFA乘以COSINEBETA 萬事俱備 最後我們看到藍色的兩線段等長 因為長方形對邊等長嘛 因此我就可以說SINEAFFA加BETA 就等於這一段 COSINEAFFA加COSINEAFFA COSINEBETA 得正 NICE 至於COSINE合角公式怎麼弄勒 一樣的圖形 這段我用綠色標示 是不是就是COSINEAFFA加BETA 但我要看的是整段 整段裡面是不是還包含這個短的 也就是SINEAFFA乘以SINEBETA 因此這整段就會是COSINEAFFA 再加上SINEAFFA 接著就是要去找對邊的長度了 啊這個簡單 看這個直角三角形 斜邊為COSINEAFFA 那BETA的零邊 是不是就是COSINEAFFA乘以COSINEBETA呢 我們知道長方形對邊等長 我們可以得到綠色的這段 等於這一段 水劣是COSINEAFFA加BETA加SINEAFFA 就等於COSINEAFFA乘以COSINEBETA 再經過一波一向大法 就可以得到COSINEAFFA 等於COSINEAFFA乘以COSINEBETA 減SINEAFFA 得正 NICE 至於插角公式怎麼正呢 我們直接拿現有的 合角公式就可以推得了 我們LINKBETA等於FU的BETA代入 所以看到BETA的位置 就換成FUBETA 直接這樣剪下來貼上去 剪下來貼上去 再來點CIO函數小常識 COSINEAFFA是O函數 EVENFUNCTION 角度內的負號會被吸收 SINEAFFA為G函數 AFFUNCTION 角度內的負號可以提出來 經過一波整理 就得到插角公式囉 SINEAFFA-BETA等於SINEAFFA COSINEBETA-COSINEAFFA COSINEAFFA COSINEBETA 要得到COSINEAFFA COSINEAFFA 接著我肯定會跑 COSINEAFFA COSINEAFFA 这是你绝对看过 但从来没背起来过的公式 今天我要用几何的方式证明出来 一样 我会跟大家说 我是怎么发想的 首先 我把右式的这个2 除过来 左式就变成 两个赛值相加除以2 那赛加赛除以2 我们来多念个几遍 赛加赛除以2 赛加赛除以2 我可以看成终点公式 两点坐标相加除以2 因此 这里我要用坐标系来证明 又搭配三角函数 所以我会想用单位园上的坐标关系来证明 首先 我建立一个坐标 A点 由XO正向逆时针转β角 A点坐标 就可以表示成 cosβ 这就是单位园上三角函数关系 接着由XO正向 逆时针转一个α角 在单位园上 我可以得到B点坐标 就是cosα sinα 还记得我刚刚灵光乍现的终点公式吗 代表我要弄个终点坐标出来 我们连接AB线段 取其线段终点 姑且称作C点 我把它写成XY 来各位 这个C点坐标 根据终点公式 XK写成什么呢 左边加右边除以2 也就是两点的X坐标 相加除以2 而Y坐标 一样 左边加右边除以2 就等于两端点的Y坐标 相加除以2 sinα加sinβ除以2 恭喜 我们已经把公式的左边 用图形画出来了 再来 就是从图形上 看看X和Y 又可以各自等于多少了 从C点做一个垂线到XO 这段是不是就是X呢 接着我要去找这个角 我令它为θ θ是不是就等于β 再加上这个等腰三角形 顶角的一半呢 我写成角AOB的二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得到θ等于β 加α加β除以2 经过一波计算 就可以知道 它就是α加β除以2 再来 我要得到这段X长度 就得知道这段斜边 它这个斜边 可以从这个直角三角形 看出来 因为这段是半径1 这个是顶角的一半 α-β除以2 OC线段就是0边 which is 斜边乘以cos值 等于cos 角度是α-β除以2 最后 这段X的长度 就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我可以得到 X就等于OC线段 乘以cosθ which iscos的α-β除以2 乘以cosθ 再把θ套进来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了 而这两式都等于X 我就可以说 这两式相等 cos加cos除以2 就等于cos乘以cos 再把这里的2乘过去 co加co 是不是的确等于两倍的coco呢 我把角度相加的这一项 写前面 方便记忆 就等于两倍的 cos角度是α-β除以2 乘上cos的α-β除以2 得正 同理 刚刚的C点 它的Y坐标 也可以先用 终点坐标公式 写成Y等于 左边加右边 除以2 si加si除以2 对应目前画出来的图形 就是这一段了 再根据这个直角三角形 找到三角比关系 Y是θ的对边 which is斜边 乘以siθ 我可以得到 Y等于OC线段 乘以siθ which iscos的 α-β除以2 乘以siθ 接着把θ套进来 我就可以得到 这个式子了 而这两式都等于Y 我就可以说 si加si除以2 就会等于 cos乘以si 2再乘过去 我把角度相加的这项 写前面 最后我们在 记忆公式的时候 我们就记这个结构 si加si等于 两倍的si code 两倍si code si加si 等于两倍si code 得正 nice 至于剩下两条公式 就用基有函数小尝试就能得到了 核叉化基或激化核叉 其实就是从左式念过去或右式念过来的差别而已 当我们看到两个三角函数相乘 且角度不同 我们就可以用激化核叉公式 将三角函数拆成两项 比如刚刚的 sine alpha加sine beta 等于两倍的sine乘以cos 从右式念过来 就会是sine乘以cos 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sine加sine 为了好记 我整理一下这个式子 我令x等于 alpha减 beta除以2 令y等于alpha减 beta 除以2 而后面这边的alpha 就可以看成x加y 对吧 beta就可以看成x-y 我就把这个倒过来念的式子 写成sine x乘以cosy 看到相乘基 就可以化成拆开的相加减 我就可以得到sine x乘以cosy 等于二分之一的sine加sine 里面角度分别是x加y 以及x-y 意思难倍的是角度的结构 对吧 一个有除以2 一个没有 而前面又要括号成二分之一 一个是成两倍 给各位一个口诀 当左式是基 看到基化核差 就马上念 角核差 角度之和 角度之差 基化核差 角核差 好念吧 后面两个字对应着念 至于当你看到核差 要转换成成基的时候 aka核差 化基 你就要念核差 化基 核差 半 角度之和的一半 角度之差的一半 核差 化基 核差 半 前面两个字对应着念 所以整个口诀就变成是 基化核差 角核差 核差 化基 核差 半 以这题积分来说 我们看到 sine8x 乘以可塞5x 的积分 大家没有发现 它是两三角函数相乘 而且怎么样 角度是不同的 我们就要想到 基 化核差 公式 基化核差 角核差 后面两个字对应着念 基化核差 角核差 所以我把sine乘以口塞 拆成 二分之一倍的 括号 sine加塞 再来口诀掏出来 乘机转核差 计划核差 角核差 角度之核 角度之差 后面两个字对应着念 最后就是连你阿嬷都会的积分 咻咻咻 就算出来啰 留给各位这两题积分练习 计划核差公式搭配口诀来写写看 而这题实不相满 懂的人应该知道是 Foreal Series会用到的积分性质 对吧 两题练习算出来的话 在影片下方留言 好的 这就是用几何证明的方式 证明出核差角公式以及核差画机公式 喜欢这部影片 别忘了按个喜欢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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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